身為家人 我當然我們有親情的壓力 但是也不如同外界所說的 我們是在為選舉做雙保險 他是我們過去之身的黨員 我感到非常的惋惜 身為他的家人 我對於他的決定表示尊重 謝典林議長是我的家人 身為家人 我當然我們有親情的壓力 但是也不如同外界所說的 我們是在為選舉做雙保險 我們有不同的工作的場域 我們有不同的交友的關係 我們對於自己在政治上面的抉擇 也是不盡相同的 我會面臨到媒體的壓力 我相信謝議長也會面臨到媒體的壓力 有時候就是一個壓力的決定點 到了這樣子的決定點 每個人選擇的方向就不一樣 對於他是我們過去之身的黨員 我感到非常的惋惜 身為他的家人 我對於他的決定表示尊重 前幾天他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當然希望他能夠深思熟慮 然後再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那如果這是他最後的決定 我們就是給予尊重 看到這包吻之後 有人從對你這邊來演戲嗎 謝議長在這個過程 其實他跟柯市長還有郭董的互動 都沒有超越了目前黨紀規範的範圍 但是如果謝議長他選擇的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向的話 那我們還是給予尊重 那侯范那邊也了解了他的想法 今天即便是他是我的親人 他如果跨越了黨紀的紅線的時候 我也會對他做出黨紀的處分 那今天只是他先選擇退黨 那我沒有辦法就是說 以姐姐的角色給予他過度 就是說在家人上面的支持 我也是要對他表示抱歉 因為畢竟我身為黨部的主委 我們就有 就是我們必須要承擔以及負擔的職責 就這樣說到這個地方 你懂得要承擔軟嗎 就這樣說到這個地方